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减肥和健身 其实减肥这个词听起来挺不友好的 好像看起来你在please other people 但是其实我觉得健身其实对我们自己非常有意义的 我最近一次非常serious的健身是在两个月前开始 因为当时我生了一次病就特别特别严重 一直感冒发烧好几天 然后非常影响工作 当时我的工作非常忙 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不管为了什么 我为了健康我要开始动起来 其实这个motivation很重要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短期内非常非常快速的瘦下来的话 其实这个据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是坚持不长的 那先给大家爆个猛料 对 先给大家一张黑历史 这个呢是我这个作在几年前 13年14年的会儿 在South Africa南非念书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因为当时天天吃薯条看大象 吃薯条看大象 就非常非常的胖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拍的一张照片 就是虽然没有很perfect 但是我觉得已经比之前要好很多 而且我觉得我的整个body circle也循环的很好 最近不管是睡眠还是就整个的工作状态 也都有一些积极的改变 所以想要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小的tips 那么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说健身或者说减肥 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摄入小于支出 就是支出要比你的这个摄入的这个热量要大一些 但是具体大多少呢 这个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专业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非常专业的科普的文章 总体来讲呢 其实我不建议就是每时每刻都calculate很仔细 就是我一定要吃多少多少卡路里 其实我自己是不会这样的 我大概知道哪一些是高蛋白的 哪一些是高脂肪的我要去避免 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选择健身房这件事情 其实我就不管选择哪一类的健身房 我现在了解下来基本上是有三类这种健身房 第一类呢就是那种私人的工作室 就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小的 它是以私教为主的这样的工作室 那第二类呢就是最近几年非常火的 比如说像Supermonkey 像Sweetcore 像这个ZNB 就是属于这种短期课程类的 它不会售卖年卡 就非常的user friendly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要的课程去进行筛选 只要关注他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第三类呢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连锁的健身房 像伊赵韦德 威尔士 还有一些比如说 I can't remember 反正anyway 就是这样连锁的一些 那我自己呢是这样来安排的 就是我会有一个长期的年卡的一个传统的健身房 而且这个要大家要非常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健身房的开放时间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是有的时候会倾向于早上去健身 所以我对早上七点钟左右 是不是开放这件事情非常建议 所以我当时在选择的时候呢 也选择了七点 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 这样子开放的一个健身房 而且这个健身房离我家非常非常的近 大概只有500米左右 所以选一个离你自己家里非常近的健身房 也非常重要 其实如果说要选离公司近 还是离家里近的话 我会prefer离家里近 因为公司结束之后 你经常是非常累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的健身的积极性会下降 所以在家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啊 健身房离我这么近 我现在又没有事 所以我可以过去这样子 那么关于健身房 刚才我们说回来 就是说 你会选择哪样的健身房呢 对我来讲呢 因为像我刚才说的第二类 它是不需要有年卡的 只要你关注 或者说你短期内想上什么单车课呀 瑜伽课呀 或者是这种 这种舒展的这种的 Platte呀 这等等等等 那我这个会关注 大概比如说 Supermonkeys with Cole 我都会关注 因为这个都在周边 现在他们其实全国连锁都做得非常的好 应该在很多一线城市都会有 那我还会选就是有一个非常长期的这样子的 就是有氧啊 无氧啊 这样或者有游泳的 这样的一个 我自己选的是依照维德 就在我家附近的 所以就是这样两类来结合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饮食的部分 其实饮食 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记录你自己的饮食 不管是以照片的形式 还是以视频的形式 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发在 就是你不为人知的社交网站上 就只有自己可见那种 我自己会这么做 然后我会就是记录自己 就每一周吃了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去帮助自己吧 避免一些非常大油大盐的一些食物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是讲到这个运动的密度和强度 一般来讲 如果你是非常determined 或者说you got very motivated 那么大家可以选择一周三到四次这样子 其实不用给自己就push so hard 就你一定要每天都去 因为我们或多或少 因为尤其是当工作了以后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安排 或者是私人上的 这种excuse day对吧 你肯定会有 所以一周三到四次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实在非常忙的话 两到三次吧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 比较坚持的一个乳劲 强度来讲呢 就是我大概在有氧的部分 每次都还是比较boring 要么就是游泳 要么就是会有一个组合 比如说20 minutes strides 就是那个踏步机 20分钟 然后再是20分钟的跑步机 就大概跑个两公里 两到三公里的样子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5 minutes rowing 就是那个滑船机 那个滑船机其实对整个的这个肩膀和 这个这个叫什么 肺部 还有你的腹部 还有你的腿部 都是一个综合性的训练 但是就是不会坐很长 因为那个实在是太累了 对 然后关于这个无氧的部分呢 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练腹部和手臂 因为我的手臂非常的粗壮 对 然后我想要把它练得更好一些 好看一些 所以我会选择就橘亚铃 就是一些组合combo的亚铃 还有呢 就是平板支撑 平板支撑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原来我可能只能坚持20秒 但现在我可以坚持大概一分钟左右 所以 you can see the changes 然后你当你看到这些改变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很欣慰 然后很开心这样子 就大家还是要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 就不要让整个过程非常的suffer 然后当整个过程变成你自己 就是非常喜欢享受的一个routine的时候 你就会 你就不觉得那个是坚持了 就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这样的月就是有一点 把它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ok那本次视频就是这样啦 我自己其实也不专业 然后只能说 但我觉得这种才是比较接地气的吧 就那些练得非常好的 好像离我太遥远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从非常basic的东西开始做起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你自己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祝大家新的一年 越来越美越来越健康 今天视频就是这样啦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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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